接下來我們第三關我們來玩玩看這個紅外線感測器 那這個地方我們需要幾個東西 你看有紅外線感測器 LED點舉證還有麵包板 當偵測到有人的時候 網頁的亮燈 LED點舉證就顯示笑臉 如果沒有偵測到人就怎麼樣 就關掉 你看我們在一般的那個生活裡面 你們家裡面有沒有那種 或者是像那個有的店面啊 他是有人來的時候就門就自動打開 有沒有類似像這樣 或者有的人回家 欸你一進門還沒有開燈 但是有人進來他就自動開燈 那個就是紅外線 人體紅外線的感測器 那我們在這邊呢就來試一下囉 他的接線圖像這樣子 一樣要接上面包板喔 要接上面包板喔 你可以先把我們這個 LED點舉證先拿出來 這個你可以拿出來 然後呢還有一個人體紅外線 人體紅外線 人體紅外線在我這裡 在我這邊 嘿嘿嘿 在這裡 有沒有我有 我有十個 我有十個 所以可能沒有辦法每一個人都用齁 但是 等一下呢 我再發給你 好不好 那 你現在呢 先把那個 我們的 Smart 先斷電一下 先斷電一下 你把那個 風鳴器 你先把它拿下來 我們先接 我們的這個 點舉證 點舉證的話需要幾顆 三個 三個嗎 再想一下 我們有幾根 有五根 有沒有 欸 有五個齁 所以你可以拿 那這個的話你就需要用到這個囉 公母的 有沒有 公的跟母的 那你們在接的時候呢 還是建議各位 就是這個線的順序 可以的話你盡量照我們那個排線 這樣把它接進來齁 你看 像這樣子 你可以一個一個慢慢接 也可以一次對好 兩到三個 或一次 你比較厲害的就一次對五個 我也不敢對 有沒有 這樣一次三個先接進去 你稍微推一下 慢慢的往前推 往前推 往前推 那 你如果差一點點 像前面這個如果差一點點 你可以用指甲稍微再頂一下 但是不要太大力啦齁 不然 就斷給你看 哈哈 有沒有 老師是照這個順序喔 我現在是不是都照這個排線的順序 這樣把它推進去齁 把它推進去 這樣子 那這個部分呢 我們的接線圖在第幾頁 第十九頁那裡齁 接線圖在這邊 我們 LED點擊證 電源就接到VCC VCC接到什麼 3.3就夠了 其實你接到VCC 會比較 那個電壓比較夠啦齁 因為 如果你要全部都亮齁 但是我們這邊還好 還好 所以你接3.3也可以 GND就是接地 GND把它接地 所以我在這邊 這個我直接接到板子上就可以了 那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因為我們接地只有一個 所以接地的話 待會要接到麵包板上齁 所以 對對對 所以你看喔 老師的電源有沒有 老師的電源現在是綠色的 所以我就找到我另外一頭的綠色 我先接到這邊的3.3伏特 有沒有 接到這邊3.3 GND先不用齁 因為等一下我們要接到麵包板 再來 我的往下是 橘色的 第三條我是橘色的 所以你照這個順序找到橘色的 我的DIN 我的DIN 接到哪裡 橘色的DIN 我接到16 所以我這邊我就把它接到16 所以我這邊我就把它接到16 因為等一下GND會不會要接 所以你拉到D 16 再來我第三個CS 我第三個CS 你再對一下 有沒有CS我是紅色的 所以我的紅色 我拉到14 GIN GIN 等一下 GND我們等一下要接到麵包板上面 所以這裡我接14 最後一個CLK 我接到00 喔 接到這邊的00 那我的最後一個CLK 是棕色的 所以我把它接到另外一邊 接到這個另外一邊 有沒有00 那等一下還有了 GND 紅外線感染 對還有一個 因為我們要接裝置比較多 Smart上面 它只有什麼 是不是只有一個GND 它就不夠啊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只好把它 接到麵包板上 等於說把GND我們接地 當作是一個延伸的插座 延伸插座 所以你先接到這邊 你們現在如果都好了 我們現在還有個接地還沒有拿出來 那我這邊 就撥開了 我就留一條 這裡黑色的 我先把Smart上面這個腳 接地的接進去 那我另外一端 因為現在不夠用 我就把它引到我們的 這個 好我弄錯了 這個 這個是 我要找那個 公公的 好我找這個公公的 接進來 然後呢 我插到這邊的麵包板上 好了 好 餃子我放在這邊 那這樣子 對 它來說 我的這個接地 就得引到這邊來 所以麵包板上面這幾孔 就有接地的功能 那剛剛我們LED 點矩陣 還有一個沒接上的 就是我現在這個黃色的 黃色這個是接地 所以我把黃色的部分呢 就引到這邊來 就把它引到這邊 來用 這樣了解嗎 這樣就拉過來了 這樣就拉過來了 所以 你現在透過這個方式 我們就把 點矩陣把它弄好囉 好 欸 谢谢大家